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登陣友是二宝石 我們今天來講這個是什麼 防蟲大部戰 防蟲大部戰 因為現在快夏天快到了 但是蚊子又要出來了 蚊子出來的話 蚊子它是28到30度它是最爽 濕度52%以下 它就不細心 就是說 你太乾燥的地方 蚊子就不出來 夏天是濕暗 是乾 是乾 什麼是濕暗 夏天是濕熱 濕熱 對濕熱 而且說濕熱的話 蚊子剛低了 蚊子溫度高 它就爽 蚊子濕度高 它也爽 所以說 夏天為什麼蚊子會這麼多 像日本的原因啊 那殘暖的話 最適的溫度也是差不多 它濕化到27度 濕度再濕幾次 所以簡單講就是 夏天很多蚊子 更加上那些 台灣又濕又熱啊 所以像泰國就更慘 然後我們越東南亞的國家 越熱 然後像加拿大 或北京 那種蚊子出這種朋友 這樣 那一般蚊子的話 都在4月到8月 是最長的狀況 那我們在事發前 我們該怎麼去定住 最主要是 要找到精髓 因為就是蚊子在採蛋之前 它就是要有水 還有辦法 生小孩 所以就是 要有效跟甜 那些筍 對 像咖啡汁 像我們常常泡完咖啡底 它不是有水嗎 或我們常常不清啊 或你們喝完花呢 你也不清 這樣子的話 就會造成這樣 然後第二個 是焦花 就是像這樣子 焦花的同時 下面會有一種感覺 然後這邊有時候 會有水 有水 要倒掉 或是旁邊有些 雜亂的話 可能直接 可以拿去 主要還是雜亂 因為不可能幾個盤子 有時候旁邊會讓 兩個 三個 四個盤子 有 所以我把它留兩次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 因為我們捨立的 可以有兩種紋 紋紋紋紋 然後 最好也不要把 每個都紋紋紋 乾淨 然後 最團結的就是 鍋底跟機廁所 就是鍋底 像我以前都是 鍋底 永遠都 就是 倒楣的 脫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都說不出道 然後這樣 煮不到的話 就很容易 就是自身出一種 大個位的那種 所以要緊張要保持 很長 對 這真的很重要 治療勝於預防 還是預防勝於治療 預防勝於治療 所以在我們事情發生以後 只要說你穿我打開 幾百次蚊子 真的已經來不及了 沒人就得了你了 那我們就 事發後方法 第一個就是開冷氣 因為蚊子 它叮你 它是去爭測你的體溫 你越熱它就越叮 所以這些貓狗 那些也是會被叮的 甚至還會得到新知從 那你就直接冷氣放下去 哎呀 我就變透明冷了 因為我體溫你偵測不到 所以通常你在開冷氣很冷的時候 蚊子是不會吸你血的 那第二個 那就是說 如果你說你什麼都做好了 但是蚊子還是很多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有蚊子嗎 那就是你們公司 或是你們住家的一個社區 它排水沒有做好 你總不能去清別 或是你鄰居沒有做好 它的一個排水或是什麼 那你總不能去清別人家 那你自己的話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 你要睡覺的時候 用蚊帳 好我們殺瘡這樣 那酥脂機降低 濕度嗎 濕度嗎 降低對 因為我剛剛有說嘛 蚊子他們也是不喜歡 在濕度太低的地方 乾燥他們就不熟 所以說如果你要酥脂機 當然很棒啊 問題酥脂機只適合在用小瓶酥 而且酥脂機一定還有問題 那其實說 酥脂機只適合用冷氣 冷氣 冷氣 冷氣也是一個損失的朋友 溫度降低 個人按冷氣也不用再花錢 這樣 然後 還有一個是什麼 蚊香 我們在釣蝦腸的旁邊有蚊香 蚊香也是老一輩最喜歡用的 不過蚊香要小心 它裡面其實都是化學成分啦 你本來還沒做到蚊子 你每天晚上用下去 你每天你先肚子自己 因為確定實驗證實 蚊香點蚊香會得乾淨 拜託就拜 所以千萬你盡量少掉蚊香 除非你真的在釣蝦 釣蝦就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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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的話 就是電話拍啦 什麼煩蚊貼啦 什麼細口 細口 甜酒瓶 那網路上面一大堆啊 就是有了沒的 那些花糟什麼的 再隨一年加一個飛躁 然後 但是可能你的蟲子 就被喝水 就會有些 對所以說 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我跟說 萬萬種方法都不好用 什麼最好用 什麼最好用 剛才女主介紹的這個事情 是嗎 對 事前的預防 事前的預防 那是最重要的 你事後再來 真的是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們來看看 我們去跟大家分享喔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